她是唯一一个喊她 我会干呕的人 这是可以说的吗 这是可以的 因为不瞒大家说 她本身也干呕了 我们两个是 本来干呕 我们两个人吻完 各自干呕 你有松疗袋吗 这样子行吗 应该可以 我看一下 我挖了个洞出来 好像很勉强可恶 谢谢 她真的好搞笑 李姐 好漂亮哦 有点像爱丽丝的梦游仙境 对啊 要这个挡不 不要 我就是挡脸就行了 这样 给我们俩拍一张 给我妈罚过去 太好笑了你啊 遇到了民间艺人 然后想何当艺人 耶 确定是 确定是后天给她问吧 明天晚上吗 感觉这个气氛更适合 现在 但这样的话不就 你耗似也有一个感觉 有秘密 你俩说啥笑笑话的 光天化日之下 真的 当时前两个人 你大赢不惭啊 真的 咱们入座不 可可咋还不来 你们先走 我去叫可可吧 老前夫陪着去啊 我去 我去 我也去 我也去 你也去 我去拿去 林姐在干吗 你来了 那我回去上个厕所 那走 我陪你回去吧 我也去上个厕所 我算到是这个结果 大家好自然哦 已经有默契到这个程度了 只剩他们俩了 如果这个时候 浩斯讲了的话也 挺好 浩斯 说不说 我都紧张了 还是不说 然后 然后 我们在 小镇不是遇到我的朋友吗 那还挺巧的 太巧了 上海的一个 上海以前的一个老朋友 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 然后他们就 他们就说 就聊到嘛 就聊就聊到说 我很摸我很慢这件事情 就是我每天出 因为在讲我以前的发型 我以前的发型是短发 所以就得弄很久嘛 他就讲了 他就说 他就说哇那时候巨慢 然后我都在 我就在客厅等 然后我就想 他怎么会这么说话 我赶紧跟他们两个讲 我说我当时我住苏州 我会去上海玩 做朋友家 打呢 打呢 我问我是说 我认为他 我有点 我有点 你有点感觉我陌生啊 嗯 有啥呀 不是啊 感觉你 我也不知道 就可能出去 待了三天之后有 就是找到新的自己了 嗯 有一些 他有了别的感触了 其实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完全没有在意的 而且我当时的个人情绪 还是停留在雪花牧场 因为我一直在想 我怎么样才能够 给我自己更多的安全感 浩斯他的顺序跟他的方式 真的就是很容易引起误会 他应该是用一种分享的心态 你知道有多巧吗 而不是一种 我在跟你报告 他的那个心态的开始是错的 但是他是有一个预判 他先判断表姐 可能因为这个事情生气 所以导致他措辞就开始很谨慎 所以这个疙瘩 不是只是在表姐身上 对 其实男生身上也有着 就同样的事件 如果摆在别对情侣身上 就没有问题了 对 就是一个 很自然的事情 一个家常 我这样聊完就没事了 你想想如果是仔仔跟老王 虽然他们没有在一起 我们是假想他们要在一起的话 老王有自己的朋友一起去唱歌 仔仔 很开心啊 真的啊 你跟我讲讲好不好玩 这么巧吗 我有机会认识吗 还是什么 就一个很轻松 对啊 我反而觉得这一次的 这个分开旅行回来之后 表面上看起来 表姐她感觉 我没有这么在意了 但其实我能感觉到的是 她内心长出了一个 留给对方的那种个人空间 我觉得男生听到这话 也不要太失落 那个个人空间的成长 我觉得非常重要 对他们日后的相处 也非常重要 因为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你才会慢慢地成长 但还是要强调一件事 就我觉得一段感情 他们的争执 他们的矛盾 其实真的没有对错 而且确实我们的节目 本来宗旨就不是说 两队分开过的恋人 他们必定一定要复合 我们其实还是希望 他们是以治愈为优先 没错 请你给我一滴泪的时间 令你心如 大家感觉这个地方气场 对 你们两个怎么不聊天呢 聊了呀 聊了呀 他一路上一直到一个地方 就说采访一下 现在这样心情如何 他说想你 搞得我都吃醋 那我敬你一杯吧 我自罚一杯好不好 老王跟小李呢 以这个谈恋爱为名 行这个兄妹关系之时 但是钱老师刚才也说 对 反而觉得他们在一起 挺配的 挺搭的 两个人都挺舒服的 你们有没有这感觉 当然是有啊 可是我也没办法 我也有关系 很好的异性朋友 可是如果你去思考 你要拉他的手 或抱他 或是脑中现在就有一个人 我都忍不住想问那个名字 那我可以说的 因为我们是很公开 就是我跟潘伟博 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一起演情侣 他是唯一一个喊他 我会干呕的人 这是可以说的吗 这是可以的 因为不瞒大家说 他本身也干呕了 我们两个是 本来干呕 我们两个人吻完 各自干呕 生理不是会有这种 其实可以让老王和小李 去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进展到一个 就是拉手啊 拥抱啊这种 然后就不舒服的话 对或想干呕 非常的确定 就是这段关系就不可能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标准 灵魂很喜欢 身体很抗拒 对 其实也能想到很多 生活中有这样的异性朋友 凯哥有没有 有有有 也有干呕的异性朋友 没几位 没到干呕 没到干呕 你永远都是哈哈 好的 是的 OK 感觉多说一句就浪费情感 就没有必要 太熟了 对